你 Brilliant 孟靖 詞曲 李宗盛 孟靖 曲 林宏盛 李宗盛 詞曲 林宏盛 詞曲 林宏盛 李宗盛 李宗盛 Pitch Projects 2021 Revenue 啟動了一個新的計畫 那目的是希望可以幫助年輕的創業者 無論是學生或是未發表過的藝術家 那透過各種方式 其實甚至不限定於藝術家 他可以是音樂、跨界、時尚、設計 都有很多的可能 那希望可以結合這些年輕的創作家 一起製作一個成熟的展覽 在Pitch Project裡面我們希望在年輕的創作者身上看到 在他們這個世代裡面想要去探索的議題 然後我覺得那個跟我們的世代是完全不太一樣的狀況 然後我覺得把它當成Pitch Project在實驗的一種目標也好 我覺得對整體在藝術空間的策略上面 甚至是台灣藝術圈的教學狀況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種描述方法 這個計畫其實是inspired by我們空間有很多的年輕的藝術創業者 那他們很多都還是學生甚至是研究生在台灣的藝術大學這樣 那一直想著希望有一天可以與他們合作 那想著想著後來我就突然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個計畫再拉得更長遠一點更完整一點 那我就有了這個想法找來我的好朋友余政達 炒帥氣的Frank請他們一起進來跟我們的藝術創作者製作出一個比較貼近這個世代 貼近他們世代的一個議題比較有話題比較有想法的一個展覽 通常我們面對自己的創作的時候我知道這個我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甚至你想像的美學是什麼你想像的創作的思維是什麼 這個都不會是太有問題的部分 但當它變成共創了這個這個最後呈現的東西 其實是需要互動而最後產生出來的 我是吳彥琳 那現在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美術系 然後現在主要是在做複合媒體 那做我介紹好難喔 簡單說我就是個沒用的年輕人 我是段牧 然後我現在就讀台北藝術大學的美術措施 然後主修是水墨 然後近期我是用一些比較東方文化館的東西去做 比較像是討論什麼虛擬的身體或是VR裡面 跟虛擬物體驗的這種狀態 我是許玲璇 然後我現在是讀北藝大美術系三年級 然後我是理論組的 我是謝宜倫 現在就讀北藝大美術系的三年級 然後我現在的創作主要以複合媒材為主 我是蔡之寧 然後我大學念的是實踐輻射 然後我一直都很熱衷於探索 就是跟視覺藝術有關的創作材料 開始其實比較難製作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太尊重彼此了 我覺得他們有很好的發想 但大家會畏懼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可能在一個程度 可能我們開始meeting 可能第三個第四個禮拜 我覺得如果一直往這個方向下去 它可能不容易更聚焦 然後我覺得聚焦是在共創作品裡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之後就跟他們在結構上面 其實我有分配每個人 開始往哪一個部分 是他的主要必須要去in charge的地方 透過這些分配之後 我覺得他們更找到自己在這個共創計畫裡面的位置 然後漸漸從一個虛構文本的成型之外 他要怎麼樣去變成一個展覽的敘事情境 甚至後面要再去加入這種很參與式的展演形式 我覺得那個都是後面我們在經過討論之後而完成的 我覺得這對他們來說 是可能曾經沒有觸碰或沒有想像的作品形式 我主要負責的是空間的規劃 展覽概念就是一個虛構未來的一個勞動的狀況 所以展覽的現場也像是一個這家公司的一個show room 我們設計一個勞動的情境 未來勞動的情境 對 它是有點像是你可以用耍廢 躺著的方式就可以賺到錢 有點像在用耍廢這件事情諷刺 資本主義的這個社會結構這樣 就比如說像是影像還有劇本的表演 還有一些可能相關的策劃 我們這個Info Lab它很圍繞在Lab Apache 我們的這個產品上面 很像在模擬一個真的是已經上市的公司 那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回過頭來去嘲諷資本主義 我主要是負責展場的配樂的部分 讓你去工作 這次是新嘗試 音樂對於我們的公司是一個就是很有幫助 有點像引導式的然後漸進式的播放我的作品 大陸現在有一個躺平主義 就是大家可能就覺得說 我可能一輩子都賺不到那麼多錢 然後那我們現在這麼辛苦的工作為了什麼 所以我們就可能打造了一個比較理想的烏托邦的那種環境 然後就是讓觀眾覺得說 其實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想的話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是不需要動腦或是不需要太勞力 就可以賺錢的一個場景 這個其實蠻呼應了我們現在這個年輕世代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種蠻龐大的無力感 我覺得我們好像再怎麼努力都沒辦法衝破的一道牆 然後我覺得我們想出了這個主題 叫Infolabor.co的這個公司 有點像是可能我們會用那種比較遊戲的方式 或是比較是諷刺性的方式去去敘述這個 就是我們心裡的一個現況吧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原本被分配到比較都是跟視覺統籌有關 但是其實到後來 因為其實我們有點像是一整個團隊 然後我們也是共創 所以其實它完全不只是視覺 或是視覺它可能牽制到要跟空間討論 然後視覺它也要就是可能 我覺得我也參與到了很多像是史程管理 一個專案的完整流程 然後還有像是列預算等等一些行政端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 然後學到蠻多的一次經驗 溝通有的時候是蠻需要練習的 就像即便我做作品的時候 我需要跟Graphic Designer合作 我需要跟拍片的攝影討論 音樂 其實每一個要轉換的語言都是非常不一樣的 都是讓你內在相對抽象的想像具體化 但這個具體化應該要怎麼樣被達成 它需要溝通 它需要溝通 以所謂的擷取 找到一個語言跟合作方去產生一個共識 甚至是共鳴 你才有可能做出一個完整的樣態嗎 其實在這個展覽最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其實是想著要各自去做自己的作品的發表 各自去往自己專業的地方去進行 但是透過政達跟像Frank這些專業的人士去帶領 陪著他們去共同發揮 最後他們其實反而是找到了一個 大家共同去關注的議題 跟共同去在乎的想法去創作 去完成這個展覽 同時我們也在找就是說 我們五個人之間的共識到底是什麼 然後後來我們就會聊到一些很日常的東西 所以之後就有點變成說 這個科幻的內容跟就是我們日常的這種經驗 我們生活的那個處境慢慢匯聚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我們最後計畫的樣子 他們用了區塊鏈的想像 然後未來 因為他們的設定是2029年 然後甚至是資訊勞動 但是並不是透過身體勞工的這種假想 我覺得這個的背景設立其實是有趣的 我們設計一個勞動的情境 未來勞動的情境 對 它是有點像是你可以用耍費 躺著的方式就可以賺到錢 如果有一天 當連你覺得最快的耍費這件事情 都成為了一種可以賺錢的媒介 都成為了一種 一種被能夠被商品化的東西 那你就只是在貢獻你的肌肉機器而已 那你社會人的意義是什麼 有點像在用耍費這件事情諷刺 資本主義的這個社會結構這樣子 然後我們覺得這一點是 它是對於年輕人會很有感 而且也是很當下發生的 希望大家去感受那個環境帶來的感覺 因為我們這次的展覽 是希望做一個沉浸式的展覽 然後讓我們想表達出來的環境 然後讓觀眾感受到那個步調 然後還有我們想要渲染的那個概念 對於表演性 然後這種沉浸式展演的嘗試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在視覺藝術圈裡面 相對比較少 我們比較多看見的是表演藝術圈 我們來視覺藝術的展場裡面 去處理這種Duration of Performance 但要從視覺的又要去轉換成 非常互動性高的展演形式 我覺得這個是我也蠻期待的 如果說特殊的話 我覺得表演藝術這一塊 應該會是一個很挑戰的一個部分 然後也很有趣的部分 因為表演藝術第一 本來就比較 不是說很常見的藝術表演型態 在不同的時段會有表演藝術 來給觀眾一些有趣的互動 跟不一樣的體驗 他們說這個Project就是要好玩 就是要Fun 這才是我們Tal Art的宗旨 在這個展覽中 有人是負責表演藝術 有人是負責音效 有人是負責設計 有人是負責論述 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角色 也許跟他學的東西 並不是最直接的關聯 可是就很好玩 因為你離開了你的舒服圈 你離開了你的convert zone 你去嘗試一個不熟悉的position 那其實在一個展覽中 我一直認為 藝術家與作品都非常重要 但是這並不是一個展覽的全部 一個展覽的全部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層面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不一樣的角色嘗試 讓他們真正的理解到一個展覽需要的是什麼 跟製作一個展覽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 也是這次的Project最有意義的一個部分